就是风格造作的礼数 已经步入历史 随风而逝 然而普通的礼貌却永远都不会过时 让我们面对它与学习它 使自己变得有礼貌 更迷人和更为人所喜欢也不是 什么难的事 大伙们只需要一点点努力 就可以很快地变成一个最有魅力的人 兼同时有着让人折服与受落的礼仪 只要在生活中我们开始注意下面列出的点 如果你和一位女士一起上楼梯 请走在她的后面 以防止她摔倒 下楼则是你先行 普通的门让女士先进 旋转的门则由你先来 在她坐下之前 你永远都不要先坐下 如果在飞机上 你碰巧先站到桌椅 就礼貌地让给她 让她容易进出 或上厕所 切记永远都不要对女士的胸部 快速地瞄上一眼 她永远都会注意到 不要把口香糖吐在大街上 不要在晚上穿咖啡色的皮鞋 永远不要在别人向你住酒的时候 自己就先喝光了自己杯子里的酒 总是说请和谢谢 餐桌上 永远先给又坐上的她倒满酒杯 不要总是给别人的奇闻意识添油加醋 若别人问到就浅谈自己的感想就好 不要在饭桌上谈论你自己的工作 若是遇到询问只要简单回答就行 不要在大街上吃东西 小巷则渴 不要在车子里吃热的东西 餐桌上如果有人的脸上沾着一些食物 你应该擦擦你自己脸上同样的部位 和你一样吃饭的人 很快便会开始做同样的动作 每一位女士都喜欢赞美之词 所以赞美她们吧 但不要赞得太过分 因为女孩们都会认为讨厌 或者你不真诚 不要高攀高官或名人 并借此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永远都及时回复邮件 如果你无意间给某人发了一封空白的邮件 立刻弥补道歉 因为她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永远都不要是第一个钻出出租车 或最后一个走进酒吧的人 不要像一个孩子 在你嘴巴塞满东西的时候说话 让别人把话说完 就算你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永远只使用没有香精的除臭剂